居然寫說2-5GB是高速啊 超過限速完全沒有標喔 坦白說我是李公主的人啊 所以這張卡我是一定不會去選的 推訓的這一個方案的話 便宜超值 而且用起來就是我完全沒有這一個 哈囉我是Fly 那歡迎回到Fan運區一行 那我們從日本回來囉 這次我們去日本行 總是去了四天的行程 算是親子型 然後我們分享很多影片給大家 就是有關於西瓜卡的儲值 西瓜卡如何使用 以及腳片web如何註冊 跟eSync卡如何開通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eSync卡如何挑選適合你自己的方案 那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我人在我的工作室 後面是成本的玩具 所以背景有點亂 那沒關係 這也完全不影響我想要分享的這些資訊給你們 首先我整理一張ESOL表 登登 在這裡 那我就先把表給放大 好了 我相信eSync卡也是現在的主流 當初我在挑選的時候 我總會挑選了三家網路商 一家是AerSync 跟WeSync DZP Car 有三家網路商 分別把一些比較重點的部分列出 就是有頻段 用量 跟它的單日使用的政策 上傳和下載的速度 還有它的費用 那我們同一一起來看 這三家網路商都是4G頻段 因為畢竟你一直去日本網 你也不用選到5G卡 有時候可能價格太貴 4G是絕對夠你用的 然後用量呢 挑選是 就是無線流量 但是政策的方面就差很多 AerSync的話它是基本款是給0.5G高速 超過之後呢它會限速在256K的速度 如果你是選的MAX套餐的話是1G高速 超過的話限速會限制在384K 稍微好一點 反之呢你看是另外一個網路商 微信日本 它有分小支CP款跟暢游款 就是1G、2G、3G的高速嘛 然後你超過以後它是限速在128K喔 DZP卡是暢日卡 這邊寫得很模糊 居然寫說2G5Gb是高速阿 超過限速完全沒有標 坦白說我是李公主的人阿 所以這張卡我是一定不會去選 然後它的暢日卡PLUS 是寫說吃到飽不降速 欸這個 這個就還蠻不錯 講真的 如果我今天要DZP卡的話 我一定會直接買它的暢日卡PLUS 它的價格一定會稍微高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它們三家的速度喔 AerSync的話是下載100Mbps 然後上傳是50Mbps 那微信的話它寫說是下載150Mbps阿 那上傳完全是沒有寫 DZP卡是寫下載300Mbps 可是上傳完全沒有寫 因為我是去4天嘛 我就盡量以我要的天數來選我的價格 因為AerSync的話它沒有4天款 我只能選5天 微信的話我是直接選暢游4天 那DZP卡的話我就直接選我想要的天數 就是4天阿 三家網路上比起來的話 AerSync大概是399 微信的話暢游的話是379 那DZP卡的話是暢日卡460Mbps 那暢日卡PLUS是530Mbps 我到最後選擇就是紅字的部分 就是微信的暢流卡 3G高速超過限速120K 因為我後來其實坦白想想一想 如果我選AerSync的話 一天只有0.5G高速 就算我選它的Mass套艙 有1G的高速 它限速至少 雖然說數字會給到384K沒錯 可是 一想到你出去玩 你在很緊急的時候 想要打個IG跟FB想要分享東西 然後限速 那個我無法接受 我話就不選它了 只剩下微信跟DZP卡兩邊做選擇 其實DZP卡它的暢日卡PLUS 530元 而且是吃到飽不降速 這一點真的還算不錯 可是價格就是羊毛出在揚聲上 畢竟它的暢日卡PLUS 530 對比微信卡的暢游商居高速的話 379 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價差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不差這一點錢 OK Anyway 我就是想要吃到飽 那你沒關係 你就直接上 你就直接上到 暢日卡PLUS OK 可是其實 你在日本玩阿 你頂多就是你在餐廳的時候 還有導航的時候 你會用到網路 大部分的時間是手機拿起來 拍照居多 那你回到民宿或者放店 又有WIFI 我自己的體驗是 379 暢游4天 其實我網路是根本用不忘的 甚至 多很多 除非你是重度網路使用者 你能出國 都要拿著手機 網遊戲 看YouTuber 看影片 OK那Anyway 沒話講 你們就直接選DZP卡 看日卡PLUS 是划算的 我自己事件去日本的感受 就是微信的這個方案的話 便宜 超值 而且用起來 完全沒有這個 我大部分跑的幾年 東京市區全區阿 這個呢 就是我整理的很簡單 就是比較新阿 正式算是滿新的一個 商家網路商的方案 那你不要忘記喔 因為網路商 eSync卡這種東西 官網的更新速度很快 你家網路商的話 如果可以像 AirSync卡一樣 上傳跟下載速度 更明確標示 反而對消費者是比較好 那這一點的話 我也不得不說 AirSync卡是真的比較透明的 展示它的產品的規格 可是因為我是理工主 它很誠實 可是它的方案 讓我覺得有點 不是很適合我 大概這樣子阿 因為我也不想 得罪任何的網路商 畢竟我也是一個 小小的YouTuber 想要分享大家這個資訊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對你選一個eSync卡的幫助阿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也不要忘記喔 我還有一集是 教學eSync卡試圖的開通 記得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好嗎